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高善文最新演讲 5月28日 国投证券2024年中期投资策略会召开 主题为奋级逐浪天地宽 为期两天 这也是国投证券更名后首次召开的策略会 百余家上市公司参会 会上 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用一个半小时进行了分享 他提到从一些相关数据来看 房地产市场经历显著调整后 多项估值指标已经进入了合理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触底 不过 最近一系列房地产支持政策 尤其是针对性地解决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危机的政策 可能会带动房地产市场逐步触底然后反转 其中的关键在于政策执行的情况 这需要长期观察 2022年以来 中国的贸易账户相对 再次出现了巨额的盈余贸易顺差 在剔除价格因素外 这一盈利水平之高处于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高善文说道 针对中国贸易账户的失衡 高善文提到了三种解释 第一种是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的供应链相对维持正常的水平 因此中国制造的大量出口弥补了境外风控和供应链的扰动对生产能力的抑制 由此推动了中国贸易领域出现了大幅度的扩张 第二种解释是中国竞争力的显著提升造成了贸易盈余的大幅扩张 不过高善文认为上述两种说法解释力有限 他提到的第三种解释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幅调整 伴随着房地产市场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等领域的需求快速收缩 导致其对应的生产能力被迫转向了国际市场 这就表现为贸易领域的巨大扩张 高善文认为一旦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比较显著的恢复 疤痕效应的消退带来总需求明显上升 那贸易账户的失衡就会得到非常大的修正 与此同时高善文也指出 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大幅调整和疤痕效应的持续影响 是宏观经济层面最主要的趋势和特征 但过去几个月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即中国在一些新兴领域的生产能力正在形成新的竞争能力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快速的技术进步和新的生产能力的形成 在编辑上驱动了一些数据的表现 进而带动了上游商品价格的上升 中下游价格的下降 以及经济增速相对于预期更好的表现 在一定程度上 这对汇率会有一些编辑支撑作用 且这种力量看起来也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关于房地产市场 高善文通过分析房价指数 租金指数 租金回报率等多方面的数据指出 从租金回报率所代表的估值水平看 当前房地产市场估值 很可能已经回到了2017年到2018年之间的水平 他进一步通过分析二手房价格变化 租金变化等数据后提到 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并非无序调整 而是整体价格水平在回归合理估值的基础上 紧密地去追踪基本面的变化 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下跌是由基本面来驱动的 不太可能是非理性的泡沫破灭来驱动 在此背景下 高善文通过分析长期收入增速等数据 表示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修正 总体上是一个正常的调整过程 且经过多年调整 在很多指标上 房地产市场的估值已经回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比如房价收入底线回到了2015年偏低的水平 租金回报率大概是2017年的水平 绝对房价水平大约是2016年到2017年的水平 不过房地产的价格仍在加速下行和寻底 这表明基本面的变化是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重要原因 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高善文表示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企业出现了流动性危机 过去几年 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负债的稳定性受到较大冲击 不过 高善文指出 近期政府出台了诸多强劲有力的房地产市场支持政策 这也能解释 近期房地产板块的股价指数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 市场之所以抱有乐观饱满预期 是因为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在放松限购的同时 开始针对性干预和解决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压力 我个人认为市场的解读是有效的 客观的 正确的 政策的思路是对头的 重点在于政策的落地 如果顺利推行下去 有可能会逐步推动房地产市场出现触底和反转 高善文表示 需要进一步观察政策落地的情况 在2021年6月的策略会上 高善文曾提到 中国长期资本回报率在2000年后进入了下行过程 且至少会持续到2030年 也许会更长 而中国长期资本回报率的下行将会带动中国利率中枢的持续下行 在本次策略会上 高善文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讨论 他提到 国有银行此前商业化导向改革 加之利率管制 政策设计有意识地维持了较高的信贷利差 随着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基本结束 政策引导利率朝着市场化方向回归 利差逐步趋向均匀 而在这个过程中 长期国债收益率一方面受到长期利率中枢下降而往下走 另一方面 当利率市场化推动利差逐步走向中等水平 长期国债利率又面临上升压力 因此 2011年到2021年这10年 贷款利率下行较多 而长期国债利率的下行比较轻微 不过 高善文指出 随着利率管制等因素的减弱 未来10年 长期国债利率存在大幅下行的空间 尽管在短期之内 有经济景气度加之房地产市场等因素的影响 不排除长期国债利率的明显反弹 但长期国债利率下降的趋势是很难对抗的 高善文认为 基本面的恶化是房地产市场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并非唯一原因 房地产市场大幅调整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房地产企业面临流动性危机 这种情况类似于火烧连营 高善文认为 过去一段时间内 房地产价格仍在加速下行和寻底 长期股票 投资者都知道 合理的价格并不意味着市场底部 市场底部通常需要价格显著低于合理水平才能形成 高善文认为 如果房价的绝对水平回到了2017年 那么房价收入比回到2015年或者更早是完全有可能的 高善文认为 回到股票市场 A股房地产板块的股价指数出现了显著反弹 从股价表现来看 过去一个多月里 房地产板块指数的反弹幅度与疫情放开时相当 处于同一量级 如果我们观察港股市场 情况也是类似的 高善文认为 这种反弹在中资美元债的高收益债市场 也就是垃圾债市场上也有所体现 表现为到期收益率的明显下降 虽然这一下降幅度没有疫情放开时那么大 但从债券市场来看 量级也是相当大的 是疫情放开以来最大的一次 房地产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压力是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根源 当政府政策开始直面 并试图解决这一最重要的根源时 市场的价格指数出现了大幅反弹 高善文认为 在市场看来 这次救助找准了问题的关键 耗准了卖 找着了并根 并且措施方向正确 这才能解释为什么A股市场 港股市场 包括债券市场在疫情放开以来的背景下 会有如此强劲的表现 高善文认为 目前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 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显著的调整 许多估值指标已回到合理区间 强有力的政策 有潜力逐步推动市场触底和反转 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最大 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交易围绕预期进行 政策出台后 基于预期的交易结束 转而开始评估政策的实际效果 这种评估无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如果评估结果不及预期 且没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市场可能会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 从2010年到2030年 我们将目睹长期经济增速 长期编辑资本回报 和长期利率中枢的持续下行 这一现象在日本 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的转型过程中 也有出现 从长期来看 到2030年或2035年时 长期国债利率有大幅下降的空间 高善文认为 利率市场化进程已接近尾声 但尚未结束 谢谢你